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谈判力》 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 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 一位是罗杰·费希尔 另外两位是威廉·优里和布鲁斯·巴顿 他们三位都是哈佛谈判项目的重要成员 而罗杰·费希尔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因为他们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无外乎就是两种风格 一种风格是强硬的 也就是我要坚持我的立场 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达成协议 而另外一种是温和的风格 谈判人比较看重维护关系 我宁可做出一些退让 我也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作者认为 无论是强硬的还是温和的谈判 这两种策略都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太极端 而且有很多副作用 比如强硬的谈判即使成功了 往往也会损害彼此的关系 而温和的谈判即使达成了协议 没有伤害到关系 可是也会损失自己应有的利益 作者认为 其实我们并不一定只能在强硬和温和 这两种方式当中选择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既不强硬也不温和 而是寻求一种温柔的力量 那是什么方法呢? 这就是作者在哈佛谈判项目当中 研究得出的成果 叫原则式谈判 所谓原则式谈判就是 在道理原则上面要强硬 但在对待别人与人相处上要温和 这样刚柔并济的谈判 效果最好 那为什么原则式谈判 为什么是最好的谈判策略 怎么样能做到原则式谈判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谈判力这本书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和你分享它的内容 第一 提升谈判成功率的基础心态是什么 第二 如何运用原则式谈判方法 让双方达成共识呢? 第三 如果彼此谈判要求差别太大 该听谁的呢? 提升谈判成功率的基础心态 就是要区分人和事 为什么要区分人和事呢? 我们通常对谈判的理解是要 争取把事情谈成 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就会把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件事 当作谈判目标 而且认为谈判只是和事情有关 但事实上 作者说谈判其实不仅仅和事情有关 它更多的是和人有关 因为我们往往忽略了 在一个谈判过程中 如果你和谈判者的关系搞僵了 其实你很难谈成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果 而退一步讲 就算你拿到了满意的结果 但是从长期来看 伤害了人际关系 对你的事业发展 未来的合作机会 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过去对谈判的认识都局限在 要寻求一个好的事情结果 可是事实上每个谈判者 都有两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是对事情的实质利益 比如你要更高的工资 商品要卖更高的价格 更多的数量等等 这些是你的实质利益 但每个谈判者其实还应该注重另一个利益 那就是关系利益 也就是人际关系 比如是不是大家谈判完之后 还能彼此更加信任 还能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是谈判者应该要考虑的两方面利益 可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这样的 遇到一个艰难谈判的时候 谈着谈着就谈崩了 最后彼此都不欢而散 或者说为了维护感情 算了算了 我这次吃亏了 可是心里很不舒服 那下次再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想着应当把上次吃的亏给找回来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其实在作者看来 就是没有把人和事分开 区分人和事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把人和事区分是很重要的 它是判断谈判是否成功的标准 事做成了 关系还增进了 这才是成功的谈判 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作者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技巧 来帮助我们在谈判中 避免人和事混为一谈 这个方法就是 你在沟通的时候 只说自己不谈对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疑问 你只表达自己听后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担心 而不要去评价对方的心态 或者提出意见 比如刚才说的 当你让步了 可对方并没有给你面子 也让步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都做这么大让步了 你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 是不是看不起我 这样的表达都在评价对方 认为对方没有诚意 对方不给面子 这样说就很容易激起对方的负面反应 把本来就没谈拢的问题 变成彼此人际关系的问题了 那如何才能只描述自己的感受 而不评价对方呢 你可以这样说 我做了最大努力的让步 而你却并没有表达出相应的善意 我觉得很难过 我有一点担心 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 特别想把这件事做成 但是现在让我觉得 可能这份协议很难谈成 我们还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你看 整个过程没有对对方做任何评价 都是在描述对方的行为 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和感受 这就是把事情和人分开了处理 这样就不会令谈判 陷入到一个谈着谈着就谈崩了的僵局 既维护了经济利益 又维护了彼此的关系利益 经常听人说 别谈钱 伤感情 要么就是别谈感情伤钱 这种二选一的思维方式 其实就是把钱和感情 看作了是对立的因素 而如果能把钱和感情区分处理 就能做到谈钱还有感情 当然了 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和技巧 是为了避免把人和事 混杂到一起影响谈判 可是如果双方谈判的期望 要求差别很大 谈不拢 关系搞得再和谐也没用 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如何用原则式谈判的方法 让彼此达成共识 其实答案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要分析立场背后的利益 另一个是要充分准备 创造新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在谈判中 遇到冲突的时候 多思考对方立场背后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往往很可能找到 全新的解决方案 而这正是作者认为 原则式谈判 更容易帮助彼此达成共识的 另一个关键方法 那就是通过充分准备 寻找到创造性新解决方案 那如何才能找到 一个新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呢 作者说 谈判的过程中 应该有一个意识 那就是我们不需要 在已有的解决方案上谈判 而是可以考虑 找大家的共同利益 先把蛋糕先做大 再讨论解决方案 这样就更容易多了 只不过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 在谈判之前 先构思让双方都能更满意的 更大的蛋糕的方案 是谈判的一个必备流程 我们总以为 谈判的第一步就是 上来彼此谈条件 可是作者说 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第三条路 可能把双方的利益 都放大的新的解决方案 反而是达成谈判成功的 一个重要环节 很多看似死结的问题 往往因此就能迎刃而解了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城市 有一家炼油厂 它每年都缴纳 100万美元的地方税费 可是新上任的市长 要求他们从明年起 每年缴纳200万美元的税费 而炼油厂的经理觉得 这不合理 应当还按照过去的标准 还是交100万美元 这个时候 双方就很尴尬了 炼油厂的经理如果和市长搞不好关系 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满足了市长随便提的要求 那自己以后岂不是任人宰割 这样的场景在我们商业社会中 其实非常常见 怎么办呢 如果在创造共同利益 做大蛋糕的思路 第一步就是问为什么 挖掘对方谈判要求背后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市长要增加税收 你会发现增加税收无非是 多要一些市政的钱 这些钱也会用到城市建设当中 市长是需要更多的钱来发展城市和经济 也就是需要更多的企业来承担更多的税收 那炼油厂经理为什么不愿意多交钱呢 他有他的打算和顾虑 一方面自己想要升级很多设备 但是他担心升级设备以后 市里面对他的企业价值评估增加了 交的税更多了 那这样他就更不利 另一方面他还担心 他现在已经弹拢一家塑料盆制造厂 就建设在他的工厂旁边 让这家厂子能直接买自己的产品做原材料 要是对方听说这个城市把税收增加了这么多 人家肯定就不来了 那就会搅黄了这场买卖 所以他不愿意去接受增加税收的要求 明白了这两点 其实就能够找大家的共同利益 其实市长需要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更大 有更多的企业缴纳更多的税收 这其实是对城市发展有利的 而要想城市经济发展的更快更大 就需要有新企业能过来投资建设 所以炼油厂经理就提了一个新建议给市长 那就是对于扩大面积 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让企业去共同招商引进新企业 前几年时间对新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这样的话 已有企业能够有积极性去扩大生产 提高经营规模 进而多缴税 而新企业也愿意进入这个城市 带来更多税收 这样 市长 新企业 旧企业 都是从中受益的 大家找到了一个三营的解决方案 你看 这就是作者说的 当我们彼此的立场差别很大 看似不可调和的时候 那么首先就要去挖掘彼此立场背后的利益 然后去寻找共同利益 把蛋糕做大再分割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谈判当中很核心的一个方法和策略 可是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提出来的认为对双方都有利的要求 对方不认可怎么办 或者更进一步 纵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可是谈判双方很多时候还是有冲突的利益 那怎么达成共识呢 是谁更强硬就听谁的吗 作者给出了一个建议 既不是谁更强硬听谁的 也不是你软弱 你就退让以维护关系 而是在谈判的时候 尽量地寻求客观标准 什么是客观标准呢 比如以前的先例 惯例是什么 比如行业规范是什么 比如法规要求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第三步 当人际关系和事情区分开了 双方又不断地找共同的利益 但在最后还是面临有冲突的利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当拿客观的标准来支持和衡量 进行谈判 以上就是谈判利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作者认为 一个好的谈判应当是事情谈成了 彼此的关系还能增进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不能用传统的强硬或温和的谈判方式 而是用原则式谈判 原则式谈判的方式有三方面注意 第一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要把人和事情分开 不要把对问题的讨论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甚至对方为人处事的品性进行挂钩 要区别处理 只有在好的人际关系下 才更可能达成好的谈判结果 第二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要把彼此立场的争端 转变为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 做大蛋糕 从而找到第三条路 也就是新的解决方案 这才是我们在谈判当中 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重要前提 最后 如果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 始终还要面对一些 彼此有冲突的利益 怎么办呢 作者认为 不应当谁强硬就听谁的 而是按照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标准 我们并不希望在谈判当中 占不应当属于自己的便宜 但我们也要维护自己公平合理的利益 而参考客观公正的标准 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以上就是谈判力的主要内容 感谢关注陪你读书 欢迎点赞分享 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陪你读书的更新 会第一时间提醒你 我是主播小静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